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 目睹家鲍儿从伤痛中努力站起来的勇气 称为天主教善目社福基金会主任郁嘉玲 在社工领域付出近20年的动力 更守创儿校法庭服务 陪伴孩子克服指证师抱亲人的二次伤害 另一名在新北市家庭暴力巨星侵害防治中心担任高级社工师的张信熙 则是投入关怀受虐儿多年 两人进军后卫服不表扬 郁嘉玲提及 许多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出庭指证师抱亲人 内心十分彷徨且煎熬 容易在现场出现大哭大闹 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 事后也可能留下心理创伤 甚至有睡眠不良焦虑等现象 例如一名娘仅两岁九个月的幼儿在法庭上面对父母 吓得屡屡后退 十分钟已撑不下 又有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童 说明父亲暴行后一直活在担心爸爸无法原谅自己需要父爱的阴影中令人十分心疼 郁嘉玲指出早期社工无法陪同孩子进入法庭 但今争取修法已可随行更发展出一套流程 在出庭前引导孩子什么事事时如何表达认知与情绪过程中陪伴 结束后再归纳希望降低二次伤害 郁嘉玲强调这些伤很累累的孩子有些不再相信大人认为大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企图并非发自真心出现 选择性坚默甚至经过三个月才开口但看着他们慢慢复原也让自己伤 性持续投入一定会开花结果 另一名张信息则是在关怀受虐儿的领域付出 看过有些还没准备好当父母就当了父母或是优秀父母对于孩子期待过高而造成的悲剧事件 包括孩子大腿骨折身上出现不少不明伤痕还有营养不良问题 只希望能够及时伸出援手减少类似事件发生 副总统陈建仁今也是全国社工专业人员表扬颁奖典礼现场鼓励获奖的144名人士 而在受奖人中有一名原府仁大学社工系副教授张震诚 日前不幸因病离世而无法遇会 陈也感念其在学术与实物的贡献 期术业